那个是恐龙吗 那只是个玩具恐龙 恐龙 进化了 好棒啊 上一次啊野猪配棋里的小杨苏西 都吃了我大吃一惊啊 没想到这次熊大都跑来客串了 真的吗 那这一次熊大还在野猪配棋里客串的是什么角色呢 一起来看看吧 小猪配棋 自行车 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佩奇和乔治要骑自行车 等一下 为什么佩奇的自行车能飞 而乔治的自行车只能蹦着走 你看这乔治的自行车后面还有两个轮子呢 这是什么奇怪的自行车啊 这只南瓜不错啊猪爸爸 猪爸爸对于自己的南瓜非常自豪 爷爷 爷爷 南瓜是我唯一能种的东西 这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吃南瓜派 快点乔治 丹尼苏西 瑞贝卡 佩奇和他的朋友小狗丹尼 小杨苏西 和小兔瑞贝卡一起在骑自行车 我们比赛看谁最快到南瓜那儿 我没看错吧 这小狗丹尼应该就是熊大半的吧 他竟然还学了两斤走教 到南瓜那儿 比赛 比赛开始 佩奇 爷爷在此 佩奇 爷爷在此 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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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爸爸身体起来也太恐怖了 直接把牛儿给吸进葫芦里了 直接把牛儿给吸进葫芦里了 这爸爸身体起来也太恐怖了 刚才熊大骑的那辆车 确定是自行车吗 怎么像火箭一样 还没直接窜过来啊 也说佩奇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 对啊 对于乔治到了跟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你再看一看 乔治去上幼儿园会发生什么事 小猪佩奇 乔治第一天上幼儿园 佩奇和乔治要去幼儿园 为什么第一天上幼儿园 中爸爸就开跑车送他们 最主要的是 站着开着和人车分离了 为什么这佩奇为啥坐在车里啊 这不是很危险吗 这是乔治第一次去幼儿园 这不是走着你了吧 我们到了 爸爸 你确定乔治能上幼儿园吗 不会有事的 爸爸的头一样的生的也太长了吧 都生过半个山坡了 那好吧 再见 那就来吧 凌阳夫人负责召叹在幼儿园玩的小朋友 这幼儿园里的小朋友 我怎么都觉得自能消失啊 竟然里面还有挖个挖个挖个 你们好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你好乔治 你好 我是小狗丹尼 那个是恐龙吗 那只是个玩具恐龙 挺棒的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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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真的很吓人 乔治是我的弟弟 他真的很棒 气你呢,你 差离你了 这个弟弟有点暴躁呀 根本不是来上幼儿园的吧 我觉得他来整顿幼儿园的 如果他在,这幼儿园恐怕开不了三天嘛